本縣學校各體育團隊在青少年桌球挑戰賽 全國躲避球錦標賽 國際少年籃球邀請賽 以及全國運力體操賽榮霍佳基 其中中華國中桌球選手李尚哲 表現優異 分別拿下兩項U13挑戰賽的第一和第二名 很謝謝教練就是一直以來的鼓勵還有指導 然後希望未來想要打奧運 縣長林之妙表示 伊朗英仔很厲害 能夠在各項體育賽事中奪得佳基 實在是不簡單 除了期許他們再接再厲 繼續在各項賽事中有好表現 未獻爭光 也感謝教練和相關團隊長期的付出 讓選手能在競技場上盡情發揮 宜蘭縣政府全力的支持 鼓勵 肯定 所以有體操的 有籃球的 有桌球的 有躲避球的 都成績非常的棒 宜蘭之光 台灣之光 這是未來的選手 所以我們希望宜蘭縣能夠成為一個健康活潑的快樂的城市 那就是要運動 所以運動賽事真的非常的棒 成績也非常的優秀 非常感謝校長們帶領的教學團隊 讓小朋友們在成長過程當中快樂的成長 認真的學習得自己群美 這是我們最重視的 那我相信在我們議會同仁的所有的人協助之下 這些預算絕對會全力的來依助到各位小朋友 你們所有的包括教育或者是比賽上的一些備用都會全力來做一個支持 那也希望說我們體育會這邊也繼續努力跟我們教育室 可以繼續跟向中恩來爭取我們所謂的一些建設性的一些 包括學生的一些建設 那也可以讓我們很多的我們小小的選手 我們從小就可以培養期來繼續來入圈宜蘭縣來發光發熱 縣政府指出 未來也會繼續推動各項體育發展 提供選手優良的訓練環境 培育出一流的運動選手 提升宜蘭縣的運動競技水準 宜蘭新聞記者 本來福星採訪報導